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明年1月25日开幕的台北电玩展上公布中文化消息 《绝地秋山》Steam版开放了倒数即时 将在明天下午3点更新正式版 脱离抢先体验状态 加入沙漠地图等 看来又要有一大波销量的爆发啦 索尼放出了低频线灵芝曙光的记录视频 其中有一段开发商游击队发展历史的介绍 让这部主题本应该是灵芝曙光的视频 玩家关注点却跳到了《沙路地带2》上 《沙路地带2》是PS3发售前 索尼在E3展会上给玩家最大的惊喜 以光环杀手为口号的文作 在E3的宣传片中展示出了惊人的画面表现力 当索尼亲口说出这是PS3上的实际画面的时候 粉丝们对第二年将要推出的PS3更是充满了期待 但是四年后游戏正式发售 画面却严重缩水 其实《沙路地带2》的画质 是在当时的PS3平台游戏中也是顶尖的 媒体评分也非常高 就是画质的缩水成为了本作最大的黑点 在今天放出的纪录片中 官方终于承认了当时游戏几乎还没有开始做 播放的宣传片也是以CG动画代替的 也许是有《沙路地带2》云以未见 现在的游戏公司播片也都不敢说是实际画面了 就算说实际下面也会标注个开发中画面 至于玩家我们好像也早已习惯了正式发售之日 即是画面缩水之时了 大家对厂商这种做法有什么看法呢 最后依然是每周三例行的折扣信息了 Steam疯狂周三 星球大战系列 监狱监造者 还有精灵宝克梦五公司的千兆破坏者 均在折扣中 另外王国纪念版免费席加一 感兴趣的玩家不要凑了过 机游戏的冬季促销已经过半了 近期也改进了之前学院学的游戏下载机制 还有奥森福利免费席加一 橘子方面则将星球大战前行2 战第一 花园战争2 模拟人生4等 除了非法以外的 夜当家花旦都拿出来打了折 如果你不想买的话 当然也可以开夜会议员游玩 Xbox每周折扣更新 福音联盟2 静音危险等都在折扣中 PSN港府方面 依然在进行家庭游戏折扣的活动 本周的折扣只是前夕 下个星期的圣诞冬季特曼 才是最佳的剁手时间 大家持必等待吧 好了 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 大家明天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